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香港教会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还有就是这些作者 他们都是第一手的经验 第一手的角度 他们都是第一手参与在集中的 那我们这次来台湾呢 会在同堂教会有崇拜 还有工作坊 当然我们不能错过今天这个那么重要的时刻 为台湾的朋友 打打气 加油 从前台北的新公园 新公园是我们的避难所 去年台北的凯德格兰大道就成为了我的同志平权旅程的出发港 回到香港之后 我也首次参加了香港同志游行之后 我跟何韵诗 跟其他几位有心人组成了大爱同盟 一起加入争取香港同志平权的行列 今年你们的游行的主持是 看见同性恋2.0 这两年 有不少的公众的人物在香港出轨 大大提高了同志在社会上的能见度 也提升了媒体对于同志平权的关注和报导 我相信比较软轻的教育手法 向大宗宣扬 平权 意识 展示多元 公容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是来自韩国的LGBT团体 我是韩国的富额的创办团体 韩采云女士 我们是今年第一次来到台湾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韩国呢其实在两千年就开始了 有富额文化节的活动 从一开始的只有五十几名 到后来呢 有一万名的人加入参与 明年2014年是韩国库尔文化节的第十四周年了 韩国的Gay、Lesbian、Factual、Transgender、Intersexual的人 的民权为大家的武器 韩国的同性爱 还有韩国的双性恋 还有韩国的跨性别 以及韩国的无性恋 还有其他所有的性性少数者们 都需要台湾的朋友们的支持 年年十五周年 各位的照顾尔文化节 明年见 谢谢 谢谢大库朋友 热情的邀约 禅酷尔是台湾的第一个残障同治团队 其實今天我為什麼用說 邪教組織禪酷兒 從遠古時代 很多的禪吉人士 像是我們看到一些武俠小說裡面 金庸拉古龍的部分 有很多的奇人意識 武功蓋世的一些奇人意識 但他是一個禪吉 殘障人士 但是在那個時代 都會稱呼他們為怪人怪胎 什麼江湖七怪什麼一大堆的 時代不斷的演進 一直到今天 此時此刻2013年的10月26號 其實 同志遊行走了10年 今年第11年 但是我要很正式 很難過的宣布 還有我的殘障同志的夥伴們 當他要做電動輪椅 進入一個同志空間的時候 他被排擠 被排斥 被歧視 所以我才說 今年 同志遊行好像是為我們 殘障同志 設的主題一樣 我覺得我們是性難民 一直以來 大家可能會認為說當你再打 我講比較直接一點 當你在打手槍 你會覺得很簡單很easy的事 可是你們知道嗎 有很多的殘障者 不管是異性戀 不管是同性戀 他想要拿起自己的手 打手槍 他都無能為力 我覺得這是一種性難民 所以我很驕傲的宣布 台灣的第一個信義工組織 守天使 手掌的手 幫他守贏的手 守天使正式在台灣誕生 而沐浩的工程 是來自同志界 很多的異性戀者不敢做 那我們來做 我們跟他一起做 所以我希望 緊接下來 我Vincent這個人 跟鄭志偉這個人 開始會被媒體 知道我們的組織成立之後 我們開始要被污名化了 很好 我們就是性難民 這就是所謂的性難民 今天上台最主要告訴大家 我就是邪教組織 殘酷兒的發起人 Vincent 今天 我希望大家幫我一個忙 我最討厭 恐童者 反童者 我們把丟進垃圾桶好不好 好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離開現場 你手邊的垃圾 你手邊的寶特兵 我們把當成反童者 恐童者 全部丟進 大會我們準備的垃圾桶 把反空者 恐童者 丟進垃圾桶好不好 今天告訴大家 十月三十號 就是今年 第四屆的殘障遊行 有殘障遊行 希望大家來支持我們 鼓勵我們 最後 我請幫大家 幫我喊一下 我頭上面的口號 叫做守天使 守候你的 守護你的幸福 心實是 心愛的心 有了心愛的幸福 就有幸福了 好 請大家跟我喊 守天使 守天使 守護你的幸福 守護你的幸福 守天使 守天使 守護你的幸福 守護你的幸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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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待大的 感谢观看